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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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我认为股价要去反映的是这个面向 所以5G概念 其实2018年涨的是什么 从2017到2018涨的是一个所谓的涨价题材 涨价概念股 那我认为2019之后甚至到2013 2020年 基本上未来这两年应该也是不脱5G 因为它不是一个台湾的一个趋势 它是全球趋势 它是全球趋势 所以在经济景气翻扬的过程中 许多涨价概念股出来了 因为景气翻扬 所以涨价概念股就出来 所以2017 2018的涨价概念股 其实被动元件这些摩斯菲等等的 它就是一个细晶元 这些就是什么 它就是配合了全球景气循环过程中 上来过程中的一个涨价概念 所以它也是一个全球的趋势概念股 那你来到了2019年 2020年全球趋势 目前为止大家看到就是一个最确定的 最确定的就是5G 所以你说你不做5G 你觉得2019年你有跟到整个趋势吗 其实从今天的行情大跌过程中 其实我节目中跟你讲这些5G概念股 其实是收一个一个都是红的 一个一个都是红的 我们先从设备股来讲 有没有 节目中我告诉各位 我说到2021年全球的5G覆盖率 最广的就是在北美洲了 北美的部分大概55% 然后拉丁美洲 再来一次是欧洲 最后是亚洲的部分27% 所以我当初讲出 我说你如果要以中长线的一个趋势角度 去看待整个设备的话 5G的设备的话 相关概念股的话 我认为谁能够最早 甚至是我讲第一个开始直接吃到北美洲市场的人 他绝对是5G的中长线的最大的受惠者 对不对 所以当时我就讲了 如果你可以把这个标的挑出来的话 那当然你就成功一半了 Verizon它的一个5G的5G home 这个产品呢 他们目前是be free 免费 就说这一颗我直接放在你家里 直接放在每一个家户里面 北美洲六大城市 他们Verizon现在就做这件事情 我把每一个每一颗每一颗 全部放在每一个家户里面 让你们免费三个月使用 你们来连线 你们来上网 你们来直接连5G 我让你连5G 我放在你家 让你连5G 三个月后 再开始收费 那这个有点像台湾的中华电信的一个MOD 当然我认为 这种放在家里 让你连5G的这种 当你用了三个月之后 你发现那个连网速度真的是 真的是天差地远之后 第四个月开始 我相信 继续愿意缴钱的比例 绝对相当高 所以Verizon他也不是傻瓜 他做这件事情也不是傻瓜 好了 可是我不叫你去买Verizon 我是叫你做什么 我是叫你去做的是 那谁 谁做这一颗嘛 对不对 是谁把这一颗做出来 提供给Verizon 他去做这件事情的 那一家公司 是台湾的厂商 6470的宇治 有没有 在12月24号 当时我就跟你报告了 那我说 你从整个形态来看的话 他真的是这个底型做了好久 来来回回来来回回之后 量终于出来了 所以这一次突破 我们认为就是有效突破 那他凭什么有效突破 凭的就是 他是第一个 我认为他是第一个 以台湾市场来说 第一个 真正的 你不能说 我有牵扯到就算 我认为真正的是 在北美市场 拿到吃到这个大饼的 真的吃到大饼的是谁 就是这家公司 所以我才告诉 我认为这里的出量 就是有效突破 那既然出量的 基本上 就不会只是走一个 一两天的行情 OK 就不会只是说 为了走一两天的行情 那现阶段就是拉高 第一个目标短线 他就先看到这个压力区 这个缺口区 对不对 那你来测试到这附近之后 当然要尊重一下 休息休息 可他就是一个中长线 的一个休息过程 未来还会再上去 所以 所以在今天大盘 重出的过程中 你会发现 这类型的标的 非常稳健 这样子收上来 又收了3% 4% 涨了相近4% 很稳健 那过 可能几个交易日后呢 他可能又突然又给你看到 又创新高了 又创新高了 这是一个波段的格局 第一个 反正我做节目 我会绝对挑特别的 特别的 有实力的 有潜力的公司 给大家认识 那当然我们会带客户去做 从中去拿到 我们该拿到的获利 只是做节目 我还是得跟各位介绍一下 5G的概念 其他范围很广 那你要怎么从这么广的 5G的概念里面 挑到真的 我认为是 有潜力的 有机会的标的 你不能说 这个有5G 那个有5G 那我认为全部都可以买 那你 那真的是 全部都可以买吗 那这个就好比当时 当年的一个 4G 3G跨4G的时候 那所有的网通族群 都可以买咯 其实好像也不是 这一次从4G 要跨入到5G的 这个过程中 真的会有很多很多的 对股民来说 我认为是很多很多机会 如果 现在全市场 没有什么5G的 这个题材的话 我跟你讲 你现在要做什么 你不能跟我说 还在涨价题材 还在什么吗 过了嘛 对不对 那现在就是什么 最新的趋势 人人都要做的趋势 那问题是 你要能够有本质掌握到 对的 而且是他真的会走趋势的 第一个投入北美市场的 跟大的电信商合作的 就是宇智 对不对 那而后呢 其他的欧洲 亚洲 甚至拉丁美洲 一些电信商 也要类似的一个方案的时候 他们会跟谁呢 会先想到谁呢 会找谁合作呢 对不对 谁有能力 Fanver Rhydon 做了这一科出来 那如果你也是电信商 欧洲电信商 你是拉丁美洲电信商 请问一下 或者是北美洲的其他电信商 你会想到谁 所以第一个考虑的 第二个考虑的 第三个考虑的 可能都是以他 在考虑范围内 所以整个 所以我说要走第一个才会赢 你要走在最前面 走第一个才会赢的机会 才有机会 所以那个回馈到股价上面呢 就是我讲的 它就有机会形成大波段 所以宇智的部分 持续留意 好 再来 就是第一个 5G的一个设备的一个标的 我已经讲过了 好 那再来呢 我们就看 那你看今天行情里面 有一些股票 它就是收红 对不对 大盘大跌 有些股票呢 它就不太愿意跌 譬如这个 全新 还是收红啊 对不对 这个 一样收红啊 对不对 对 这也是我节目跟你讲 我说 好了 第一个概念 5G概念 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设备 再来呢 可能就会扯到 一些 像你说手机好了 5G的手机 这些在明年 目前来讲是今年 目前大家预估就是 今年大概 第二季到第三季 应该第二季左右 就会有真正的 真正的5G手机要出来了 可能是从三星 可能是从出来 不知道 目前没有办法评估 谁最早 但是至少我们认为 大概第三 第二季左右 就看得到 那所以股价会先动 就是我讲的 所以呢 原件的部分呢 5G手机的原件呢 对不对 当时从2G跳到4G的过程中 PA的部分 从1颗 跳3颗 跳4颗 那这一次我们评估 跳到5G的话 至少4颗就跳6颗了 所以原件的部分呢 这个你要留意一下 所以PA的部分 所以呢 当时我告诉各位 原件那么多 你要挑哪一个 其实基本上 我认为 有直接受贿的 都可以挑 但是 接下来问题就在哪里 回到我讲的 股价还是在什么 筹码了 没有运作量进去的标的 筹码不吻合的 怎么可能会动 已经有题材 你们都知道 对不对 5G 那有些数字 你都可以估得到了 好 那问题是 什么时候出手 我可以买在起场位置 这就最终到筹码了 所以第二个步骤 就是筹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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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筹码来 所以我说过的 PA为什么先动 来 一个叫做全新 一个叫红杰科 全新 25号 掌停 耶旦杰 掌停 刚上来嘛 这不是打底之后 刚上来 那刚上来 很多人就不认同啦 说他是跌升反弹啦 怎么样怎么样啦 弱势股啊 反弹啦 什么什么的 你要习惯 因为 从一档股票在一个 低档区 你就能够看到 他的未来的人 不多啦 那通常一般人都是 一档股票从低档区 拉高上去 可能三成了 可能五成了之后 才会陆陆续续回头 想要研究他 了解他 为什么他可以这样涨 那初步呢 一开始初期呢 一般都认为他 用一个跌升反弹去解读 他为什么涨 各位 股票 股价永远是领先什么 领先 基本面的数字 真的进来的时候 当你的基本面的数字 真的进来之后 股价其实你回头看 早就上去了 所以在数字没有进来之前 股价一定会先动 那 你要怎么掌握 所以很难嘛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我讲的 你知道他有5G的题材 而且你知道5G手机绝对会出来 好 那数字还没进来 那当然嘛 数字不可能现在进来嘛 可是股价会先上去 那你怎么知道呢 筹码一定会先异常 一定会有运作量先进去 对不对 所以全新 11月27号你看这一天 有没有 杀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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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这根红K你可能觉得平凡无企 可是这根红K却有 把8264张的运作量进去了 那这个红K的运作量 画一个运作区过去 你可以发现这个范围内 真的很安全 买了一定保证赚 对不对 8264张 然后到这边拉高我先 先获利先走一趟 拉回呢 再找机会 有没有 这边先走一趟 短线 拉回再找机会 那拉回再找机会 这样的一段你不要小看哦 这样就18点 接近19% 100万就差19万了 拉回再找机会 那全新呢 今天呢 最后还是收涨 又来了 所以 基本上你说 这个位置我出的位置会不会再过去呢 所以他就是 对我们来说就是一段一段的做 你不用急 不用紧张 反正照着我的给你的节奏去做就对了 那该报我们就抱着 该拉回买了再把它买回来就好 然后还有红杰科 可是待会进广告 进广告的时间呢 你记得 这个时候2019年呢 我还没有公开的 这些都已经涨上来的标的 我现在以上我所讲都已经是 已经有脱离了 已经上来了 脱离运作区已经先攻上来的标的 好 红杰科啦 全新啦 宇智都是先上来的 那 有没有什么还没有上来的 而且是2019年的会 我们认为潜力标的的 有 所以我常常叫你们不要去追 已经涨很多的 对不对 原因就是 其实你真的很有机会买了潜力股 2019年的潜力股 这一档股票 我跟你透露 这一家工作产品在2018年 就是去年第四季 第四季的时候 出货 呈现倍数成长的大力多 它有一个出货要呈现倍数成长 2018年 就是去年的 10月 11月 12月 三个月 它的出货呈现倍数成长 可是股价根本不涨 根本不涨 股价真的不涨 所以 你只能等 等到筹码出现问题的时候 才准备开始进场 这个就是我讲的 你知道人家倍数成长 你知道它出货倍数成长 所以现在已经进入1月了 对不对 那代表说要动的话 准备就要动了 那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运作量进去呢 有没有 而且不止一次 你看个数字 不止一次 整整12月 一整个月 来了三次 12月一整个月 就三次的运作量进去 那代表什么 我在给你答案了 我已经给你答案了 你知道有题材 对不对 你知道有题材 那什么时候要动 什么时候可以买 一个月的时间 出手三次 累计了12468张运作量 这个标的 就告诉你一件事情 2019年 他就一整年就看他先上去了 他不是5G 懂吗 所以不是只有5G可以买 他不是5G 可是他的出货却倍数成长 然后呢 在12月一个月时间内 短短一个月就出现了三次的运作量进去 7000多张 2000多张 2000多张 12000多张 一个月累计12000多张 那现在进入是2019年 你觉得呢 未来2018年的第四季 这些数字出来之后来不得了了 所以这个1万多张 为了做什么东西做准备 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先做准备了 那这个标的呢 我提供给各位 我提供给你 那如果你要跟我们操作的话呢 我目前我给各位的优惠 就是这么最大优惠 你说行情不好 指数都没有大涨 所以你很难过 那没有关系 不用难过 你要来赚钱的人 你直接拨电话 我给你这个东西 你自己看就知道了 不会有人在乎这个东西了 现在重点是 来了之后 我们来买潜力股 2019潜力股 那直接拨电话 等一下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 请锁定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力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欢迎回来你们现场 所以上半周 我告诉各位一些5G的一些概念的标的 包含一下语字 其实它已经先上来了 已经出量突破上来了 然后呢 PA 然后来到了PA 全新 它也是已经有表态了 对不对 它也是已经突破上来表态了 然后呢 再来到宏捷科 你会发现 这些标的 基本上 都已经突破 上来了 10月28号2626张运作量进去 对不对 运作量进去之后才有可能上来嘛 运作量没进来怎么可能上来 你给它5G什么G它都不会动了 除非有运作量进去 对不对 有运作量进去之后才有可能在筹码上面出现异常之后才有可能会启动 股价最后还是在筹码 各位 你永远要记得 我们可以去 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题材 可以去 你先去挖掘很多很多的题材 可是 这么多的题材 那代表说你所有股票有题材你就可以买了 是这样做股票的吗 当然不是 所以你为什么能够在一千六七百家公司里面 有这么多种题材的不同的不同题材的公司里面 你找到对的 那你买的位置又很漂亮 怎么做到的 这个就是我常常讲的 你永远不要忘记哦 题材再好数字再漂亮 没有运作量 永远不会动 OK 再一次 你找到再多题材 数字再漂亮 没有运作量 它永远不会动 这三个步骤永远不会改变 所以我们的研究部门 研究员每天都会丢不断新的东西给我 可是我们不能说看到什么报告 我们就马上针对那个去买进 那会员买不完 那不是做股票 那个是在收集股票 那你要这样做 你去买台湾50 你去买台湾的价钱指数 去买指数就好 对不对 可是我们不是 我们是要做导标地 找标股 找潜力股 找有机会涨五成一倍以上的大潜力股 那这个过程就有待筹码的追踪 好 所以筹码绝对是最后 在这过程中 我不能讲最重要 但至少是一个非常重要 占有一个非常重要地位的一个角色 筹码的问题 好 所以你看红结科 你在11月28号 你没有看到2626张进去之后 你怎么可能会开始追踪红结科 进而带会员去买红结科 对不对 你16700加 你跟我说老师 我就当天我就追踪到红结科 所以我买了 不可能 你会追踪的标的一定有某种原因 所以你会针对16700加里面 锁定的某几档股票 是你的追踪的标的 那你追踪它的原因为何 一定有某种原因 我们回到最真实的一个操作面 一定是这样 对不对 那你没有去追踪它 你怎么可能找机会去介入 然后客户赚到钱呢 对不对 先减码出掉 这样子 到这里 就19% 现在20% 对不对 这些都已经是上来了 然后呢 今天我再跟各位报告一档股票 那我现在报告不是要你们去买 我已经讲过 这些股票都已经先上来了 还没有上来前 我节目中我都会邀请你们 你们可以一起来布局 那既然上来了 那我势必要跟你报告一下 让你介绍一下 让你认识一下 我们为什么挑这些标的 好 来 3363的一个上权 它算是光通讯 里面的一个光纤的部分 那它的光纤主要是特殊光纤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你会发现这家公司 从去年的前年第四季 开始到第一季 到去年第三季 目前所看到公布的数据来看 毛利率是跳到两成了 毛利率是逐记的增加 然后呢 营收的部分相较去年 你会发现在去年的一个8月开始 营收增进来因为拉货的关系 因为客户打消库存之后 开始大拉货 大拉货营收灌进来之后 相对YOY相对去年 相对应该目前来讲是前年了 呈现连续两位数成长 那如果这样的数字又搭配了 如果我毛利率持续拉升上来的话 那其实我每股贡献的EPS 其实你可以发现 0.2 0.3 跳到0.2 0.6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公司 你要特别留意 今天创新高我把它印下来 今天创新高了我把它印下来 创新高 那为什么它会爬上来 为什么它会爬上来 而且重点是 为什么在今天大盘跌170点的时候 它创新高了 为什么 来我现在公布答案 11月15号这一天 这一天出现运作量了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你去买它 你会觉得好痛苦 怎么这好奇怪 而且量也很小 没什么量可以做 这一天之后呢 各位 运作几天之后就开始攻击了 休息再拉高 今天创新高 是这样上来的 各位 所以我才讲 我说对 你知道它有题材 你知道它有数字 那什么时候 是对的时候 筹码没有问题的话 永远不会涨 筹码没有问题的话 永远不会涨 懂吗 所以你挑这种标的 你说你会不会赚钱 你一定赚 它的光纤其实又叫做 所谓的一个熊猫光纤 熊猫光纤 因为它这种宝偏光纤有两种 那熊猫光纤已经领 以及我们所讲的那种 就像领结一样 蝴蝶结那种领结的那种 样态一样的那种光纤 所以大概两种光纤 属于宝偏光纤 那种都属于特殊的光纤 那它就是做这种 保鲜光纤里面的 我们的一个熊猫光纤 那需求是很旺的 需求是很旺的 那第三季之后 就是我刚才讲的 它在去年的第三季之后 客户的库存调完了 所以开始大拉货 那大拉货之后 如果说毛利率 维持在两成以上的话 那所以你可以发现 股价是怎么走的 当然很多人也会把它列为 5G概念 都可以啦 但重点是什么 我把关键的题材 还是跟你报告完毕 OK 所以它可以创新高嘛 好 那没关系 拉回重点 你现在可以买的是 还没涨的 去年12月一个月 人家大局 运作了12468张 你觉得这背后没有问题吗 有没有问题 我跟你讲了嘛 对不对 所以有知道题材 知道数字 那就等你来买了嘛 OK 要报名投资朋友 来 最大优惠 赶快把握机会 明天再见 拜拜